来自沙拉越的泰拳冠军 莫哈莫佐汉卡扎利 在泰国曼谷举行的 问冠军赛击退来自 墨西哥的挑战者 埃德加卡巴雷斯 称霸问格斗冠军赛 对手埃德加卡巴雷斯 是第一位赢得 WBC泰拳国际锦标赛的 墨西哥运动员 而莫哈莫佐汉卡扎利 只用了36秒就击败对方 夺得冠军 卡扎利是个混血 其父亲是马来西亚人 而母亲则来自美国 卡扎利在赛后表示 这次取得胜利 只是一个开始 希望下次能在更大型的比赛 付出自己的一切 他也表示自己的名字有 Joe Hong 马来文的意思就是冠军 并且希望自己有朝一日 能够成为最年轻的世界冠军